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小百里回应的确如此说得理直气壮 面不改色 为何?为了阿爷开心 这种话,从小百里口中说出来 如果不是长得好看,早就一脚踹飞了 气得人家叔父放出一句,给我滚 随即就把门关了,已经是看在侄女的面子上了 后续小百里更是面无表情地举行婚礼 一脸冰霜地迎娶媳妇,现实中 如果真要是遇到这种男人 各位小伙伴们,你们会嫁吗? 为了不让大家笑不活 王一博的官宣打起了圆场 说百里红义有社交叛逆症 可是大众不觉得百里红义跟王一博有什么差异 毕竟王一博的耿直也不是一两天了 甚至不必小百里差到哪里去 甚至更胜一筹 严重怀疑,小百里的很多话 可能就是王一博本人自己想要表达的 这个说辞也是情理之中 最为惊喜的很多桥段中 我们都感受到小百里这个角色 感觉是拿到了整部剧团宠 虽然是被逼婚 各种的不情愿 但是大婚之日的遭遇 却足够让人心生怜悯 剧中小百里的夫人 柳七娘足足大了百里红一七八岁呢 等她都到了二十九了 错过了婚嫁之年 不过这个故事线 却掉足了大众的胃口 都想看一个冷若冰霜的男人 是如何先婚后爱的 又是怎么恋爱的 梦女看的不是剧 完全就是故事啊 特别是去了一趟祭馆 是没半成不说 还被人吃了一顿豆腐 出来气到双拳紧握 浑身发抖 这一幕跟王一博在节目中 拉着喝苗家山寨酒时的反应 有点似曾相识 从整部剧的开始 百里红一就满脸写着叛逆二字 不愿将酒 不愿敷衍去世 不愿婚嫁 不愿作为新之事 可惜一切的变故发生后 她的叛逆也随之改变 执着于去彻查阿爷被害的真凶 在查案的过程中 逐渐点燃了守卫神都的责任感跟担当 一个二十几岁的人 瞬间成长起来了 这个跟现实中的UNIQ 王一博貌似也有点相似 没有爆火的时候 她也是个发着自己喜欢的微博 走着最拽的步伐 跳着自我陶醉的舞蹈 爆火后呢 全然变得自律起来 更加重了事业心 走在主流的道路上 用实际行动 把流量人气转化为正向输出 话说回来 小百里的热度到底有多高 显然已经超过了UNIQ 王一博 开播后 整个爱奇异的讨论度 15小时就达到了8500 别说了 咱们的小百里这个架势 确实比王一博过于强悍了 难怪王一博的摩托们 如今都在脱皮换古装了 好多人纷纷戴起来小百里的 浮头帽来给应援 果然都是爬墙的高手 最后呢 因为UNIQ 王一博的扮演 他所在即是热度 更是话题 很多人都在围绕着他的演技来各种找话题 无可厚非的事情 毕竟作为一个新生代演员 不被人点凭演技 怎么可能成长呢 不过这次 我们还是看到了王一博的进步 这个角色前期的把控是很难的 不通人情事故 冷若冰霜本就是一个技术功课 要让他演出层次感 的确需要一定的挑战 纵观王一博的整体表现 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是不少 哪怕是对脸拍这么多的禁忌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的表现不拉垮 对此 你如何看待客观理性评价哦 暗 resulted 快耐着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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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